我不叫有長 我還是一樣沒長 然後自行吸收 就是博利豆硝 有時候是我們還有去收送 都有 就是說到他們有不方便的時候 我們有到湖收送 就是類似載片的意思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好房話題現場 我是蕭逸芬 今天的節目 我們要帶大家來到 新北市新莊區的 新莊血運站生活圈 這裡的區域是新莊區 最傳統的生活圈之一 包含歷史悠久的廟街 都在這裡 因為有了捷運 區域房市變得更加活絡 都更也更積極的發展喔 在這裡的生活 還有哪些特色呢 一起進入今天的節目吧 GO 新莊捷運站生活圈 以捷運新莊站為中心 新莊站是屬於中和新爐縣 從台北市的東門站開始 可以一路搭到新莊的回龍站 這條捷運線 對新莊的傳統市區發展 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現在呢 我們就一起拜訪當地的專家 分析榮富學區的房市情況 如果說像我們 新太商圈這邊的話 以新莊捷運站周遭沿線的話 因為我們這邊 他早期是比較多的那種 透天跟公寓的產品 那因為加上因為近期捷運 那個比較自從通勤之後 開始比較發達之後 那蠻多建商他在都更上的選擇 會以捷運這邊沿線優先 所以我們現在除了說 一般的舊公寓跟透天以外 那目前也有加入了一些 那個都更後的新大樓 那變成說其實以我們這個商圈附近的話 我們會有變成是透天或是公寓 或是中古大樓跟新大樓都會有 那如果說以周邊的話 像我們目前的話 我們除了新莊捷運站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最大的那個公園 就是萬平運動公園 那萬平運動公園 近期他有一些建設性 比如說像他的國民運動中心 可能一樓是健身房 那二樓是羽球場 還有游泳池那些等等的 那會變成說以我們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這邊是一個 蠻成熟的一個商權性這樣 以這邊近期生活圈的方式的話 因為我們 以我們像我們從捷運站過來這邊 那個健新街這邊 他像我們的區公所 有星巴克 那或是說我們再延伸一點 或有麥當勞 那些等等的 他其實因為 早期中正路算是一個很 車流量很大的一個地方 所以一些比較知名連鎖的那個 餐飲也都有進駐到這邊 那再沿線進來一點 比如說比較街道巷弄的話 比如說像建中街 那目前的話全聯 跟那個公園路的那個 家樂福超商 那他都有進來 那在早期 新興街那邊也有一個傳統的市場 所以基本上如果說以新市場 或是新的那種超級市場 跟傳統的市場也都會有 其實我們廟街的話 在我們中正路再往南 一下是廟街 那我們是 中正路再往北一些些 那其實差不多的市場 可能比廟街再晚一些些 但是也是算是 蠻早開發的 那確實這邊我們的屋林都 如果以公寓來說的話 如果像40年到50年這個區間左右 算是比較早期的一個商圈這樣 如果說以我們這邊生活的機能的話 我們以交通為主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捷運站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公車線 那像公車線的話 像我們的中正路跟新泰路口這邊 其實也算是一個公車大戰 那再來的話 如果說以採買的部分 除了剛剛提到建中街的那個全聯 再加上公園一路的家樂福 那其實我們在那個萬平市場旁邊 那個中華路那邊還有一個中美的超商 中美的傳統市場 那那個傳統市場是屬於就是 那種黃昏市場下午之後 那其實也是很大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如果說 早上的話就是我們新興街的那個早市 它大概到中午12點左右就收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說以採買的話 那新舊市場都會用 那如果說以學區的話 我們這邊有新泰國小 那也有新莊國小 那還有新泰國中 所以基本上學區上面也都是沒問題的 那如果再 如果以到休閒的話 就是我們有一個最大的萬平公園 那萬平公園的話 應該是目前全新莊最大的公園 而且它裡面的設施上也確實是比較多元的 那有的時候 它在舉辦一些球類的那個比賽的時候 那它附近可能也會有一些 攤販餐車的時候也是會特別熱鬧 近期已經有蠻多都更建案出來了 比如說從新莊站一路所過來的 那個永頂國席永頂地經 然後到富貴中華 那到近期的還有一個鳳凰花園 漢語時光 包括現在也正在蓋的晨熙峰月 這幾個都更建案也陸續都出來了 如果說我們這邊比較早 找這附近房子的客戶 大多都主要都還是沿著捷運而過來的 那其實新莊它早期發展 它的捷運如果有看的話 其實在四周圍 比如說像我們的中正路 然後再來就是四遠路 跟機場捷運的新北大道 所以其實我們的比較市中心的地方 反而是沒有捷運的 只有公車的效益 所以蠻多客戶 他如果說需要捷運的部分的話 他都會因著捷運線來找到我們這邊 那其實以新莊這個新爐線這一條來說 我們可以從最後一站的輝龍 單縫然後到輔大到我們新莊 那可是其實輔大跟目前的鮮色工這邊 兩塊比較工業區居多 所以如果比較偏向住宅性質的話 就是我們的新莊跟我們的輝龍 那可是輝龍又屬於最後一站 有些客戶他會覺得說可能比較後面 所以可能會選擇中斷這邊 那包括也有蠻多客戶 比如說現在板橋跟三重 它的房價確實稍微略高一些 那它可能會退到我們這邊 可能多了大概幾站的一個時間點 但是房價上相對會比較親民一些這樣 如果說以我們現在新莊在目前周遭 如果是已經比較新十年以內的大樓的話 目前成交已經有到可能50到60萬這個區間都有 那可是可能換算到板橋江崔那邊的話 可能這個金額可能比較偏向會是中古一些的 那因為你目前聽說三重那邊預售來說的話 應該也都是要可能60起跳 所以如果說以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這邊可能相較之下會單品會比較划算 回龍那邊的話 因為回龍那邊他們當初有一個造證計畫 所以他們那邊有一批是比較新的房子 那他們以近期那邊的話成交的單價好像是落在45的上下 但是因為他們比較局限就是剛好只有那批比較新 那可能再來他們還有一個就是說 比公園的部分又或者說像那個連鎖上架的部分 可能沒有新莊這邊來的那麼多這樣 以目前這邊的話 因為其實買屋的客戶可能學區或者是交通 那又或者是生活上比如說像有一些長輩 那他們可能就是比較喜歡有捷運 因為他們可能比較沒事的時候 可能搭捷運出去走走 那又或者是說就近到公園走走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邊的這個商圈的豐富性是很多的 它不會只局限在一種客戶上這樣 如果以我們這邊最主力的格局 應該都還是會落在二三房居多 那如果說因為其實我們這附近的話 其實因為比較都更的新建案 它的坪數做的比較大 所以它的總價相對可能會拉的比較高 可能會到至少兩千多到三千萬起跳 相較之下可能不是那麼的親民 那可是如果我們這邊的那種二兩房產品的話 基本上它是都落在可能一千到一千五處那個上下的話 那其實以這樣的產品來說 它的行銷是很快的 對它的銷售速度是特別快的 因為之前成交的一些客戶稍微了解一下 有些都是在仙色宮那邊上班 因為仙色宮那邊它是比較多商辦型的那種辦公大樓 那蠻多是因為上班的情況下 那可能是也是因為有捷運的關係一站就到了 所以他們可能選擇到這邊 那有些的話可能它是以板橋那個區為主 但是因為板橋的房價上拉的比較高 那他們也是需要因為板橋是那個所謂的板南線 那他們可能就是說退到新爐縣這邊 那新莊這邊的單價其實差一條盒而已 但是價格差蠻多的 所以他們可能也會選擇到這邊 那還有其實比較大多的就是在地的換屋 因為這邊早期公寓比較多 那有些他們可能想要換成電梯 或是換大間的時候 那通常就是說在地這樣子轉換 對大致上是這樣 如果說以目前廟街來說的話 其實因為它早期就是一個夜市 因為我們小時候也都有到那個夜市去玩耍 那如果說以廟街的話 它確實是比較多公寓跟透天組成的 那因為他們早期那邊是非常熱鬧 而且那邊的在地性很強 通常廟街的客戶 他們都是選擇廟街附近 他們反而不太會往中心去移動 都是在地的 甚至是說可能他的親戚朋友想要來 就一起這樣子住 那廟街那邊的話 目前他們也有一些都更建案正在準備當中 那採買特別方便之外 就是它的那個 它的熱鬧性比較強 因為第一個是說我們這邊的屋嶺確實會比較高一些 那第二個是說 因為我們這邊的那個未來發展性強 因為捷運算是一個百年建設 所以通常以那個都更來說 會都從捷運這邊慢慢的這樣移過去 那目前逛我們中正路 就已經有大概四五個都更類型的那個建案了 那而且目前都聽說還有持續在進行中 所以如果說以我們這邊的話 應該就是因為捷運的關係 還有公園的關係 所以未來發展性比較強 因為其實之前在我們附近的公寓 因為他們大多都是先想說邊出租 那再來一方面就是來等著這個都更的狀況 那他們就是他們也是秀到了那個可能會有都更的機會在 那假設萬一都他們 因為都更有的時候可能時間會拖得很長很久 但是他們也是想說以自產的方式先出租 做一個租金的轉換 所以他們就是說可以把它一個 怎麼說呢 算是一個儲備在這邊這樣子 這邊其實算是相對好租的 因為如果以學區或是以交通的話 所以包括說上班族 或者是說有家庭的那種小朋友上課的話 基本上他都不太會去拒絕這個地區 因為可能就是我們以新爐縣來說的話 真的如果說以新爐往過後之後 輔大丹鳳那邊 他們有一個蠻明顯的是他們的出站之後 大概都那個300公尺內都是工業地 他們可能要再往橫裡面走之後才是所謂的住宅區 所以其實如果說要以那個住宅為主的話 新爐站這邊他看起來就相對的就是比較偏向住宅區這樣 那比如說像仙色宮的出站 那出站的話 剛好基本上都是在化成路那邊工業地居多 那丹鳳那邊出站的話 兩旁也都是工業地居多 那他們可能都要再往裡面走一點才會到那個住宅區 那新爐可是一出來的話 基本上就是比較多連鎖的餐飲啊 然後再加上是說也是都比較偏純住宅區多 所以新爐站的感覺會跟其他幾站的感覺不一樣 台北市過來的話第一個也是捷運的話 可能還是還有一個那個親戚朋友的因素啦 大多他們可能因為交通可以退到新爐 但是因為比較多站 通常台北市的他可能就是三重板橋如洲來選 那可能如果要選到新爐的話 可能還有一個就是說可能曾經公司有待在這邊過 或是親戚朋友在新爐住過 然後了解大概新爐的狀況 因為新爐會目前的發展還很多 如果說以我們這一區的話 未來發展性除了都更之外 那再來就是我們目前就是我們剛剛提到富度星那邊的發展 因為它可能也會帶動我們就是新爐整個的那個生活的變化 因為包括說富度星那邊的企業總部的進駐 再加上說那個艾桃兒的辦公大樓 那可能會變成像以前新爐他是 比較除了紅金堡之外就沒有地方可以看電影的 那如果從紅會廣場起來之後 其實對新爐又有不一樣的加分這樣 之前我們可能我們有遇過的就是 他是在那個中山大同那邊的客戶 那可是中山大同那邊的他們的兩房 那時候有稍微看一下至少就要兩千萬起掉 而且可能是大概是40年左右的那種商辦混合的類型 就是可能我的家裡旁邊可能就是公司行號這樣 但是他們如果說以新爐這邊的話兩千多左右的話 基本上是有機會買到四年內的大概三房左右的產品 所以他們會選擇到新爐這邊 那第一個是空間比較大 然後也是純住宅 因為其實我們這邊陸陸續續都會有 接到一些客戶他是從台北評估過來的 那但是這樣評估起來的話 新爐發展性比較大 那如果都根起來的話 其實如果屋林新再加上說 以新爐的發展起來的話 基本上有一些台北市的客戶他是願意過來的 最專業的房地產知識 都在好凡網YouTube頻道 馬上訂閱開啟小鈴鐺 影片上架通知你 新爐區在地理上位於新北市的西部 東邊接壤三重區 南邊以大漢西與板橋區相望 西南方大致以塔寮坑西 及劉促鎮與樹林區相邻 北部分別於泰山區和五谷區接壤 西邊則是桃園市的龜山區 目前新莊區的人口數超過42萬人 是新北市人口第二多的行政區 僅次於板橋區 從全國來講 新莊區也是全國人口第四多的行政區 僅次於板橋區、桃園市的桃園區與中立區 新莊區不但有新莊廟街這樣子的百年歷史聚落 也有新北產業園區、化城工業區、西省工業區等等的工業園區 加上2000年以後 區內新開發了頭前重劃區和新莊副都心 行政院也在新莊新建了中央和屬辦公大樓 使得新莊成為新北市新興的商辦重鎮 新莊是北台灣開發最早的地區 原本是作為淡水港的內港 乾隆嘉慶年間就已經非常熱鬧了 擁有千帆林立新莊港 四四聚千家燈火的美稱 日治時期 新莊是農業重鎮帶動區域的商業活動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之後 新莊轉型為工業都市 以化學、紡織、機械和金屬產業最多 1973年開始 當時的台北縣政府開始進行新莊都市計劃 新莊的人口大幅度增加 2009年就已經突破40萬人 2010年台北縣升格為新北市 新莊市改制為新莊區 目前新莊區的人口已經突破42萬人 新莊區的發展最大優勢就是軌道建設 2012年1月捷運新莊縣開通 從大橋頭可以直接到府大 2017年3月桃園機場捷運開通 讓新莊往來台北市和桃園市都更加方便 加上2020年1月捷運環狀縣也開通了 目前新莊區境內就有三條捷運線在運行 省道方面新莊區能夠以台64縣、台65縣以及台1縣、台1甲縣開車對外通聯 非常方便 新莊的生活機能也不錯 商圈發展始於新莊老街 之後商業中心轉移到中正路 並且以中正路、新泰路為中心向外擴散 另外在信服路一帶、府人大學四周、南新莊的明安路、復國路一帶 以及四維路後港一路也都形成了完整的商圈 目前新莊的主要商圈包括了新莊夜市、鴻太市場、聯邦市場、四維市場、西盛夜市、鴻安市場、玉民市場、豐年市場以及中美黃昏市場 大型購物商場則有落成不久的鴻繪廣場、金冠廣場、IKEA新莊店、好市多新莊店以及佳樂福中平店 文化教育方面則有國家電影中心、新莊文化藝術中心等藝文重鎮 也有府人大學、新莊高中、中平國中、榮富國小等知名學校 至於很多民眾最在意的醫療資源 新莊擁有衛福部台北醫院、樂生療養院等大型機構 距離泰山區的府大醫院也很近 還有新泰綜合醫院、大順醫院、婴人醫院、新人醫院等等醫療院所 各種優勢使得新莊區成為長久以來新北市的優質居住環境 新莊捷運生活圈屬於新莊傳統的商圈 各種機能匯聚 在新莊體育館附近有一間洗衣店 剛好就是融合裡一位林長張英和開設的 他說現在洗衣店薄利多銷賺不了什麼錢啦 開店的目的就是為了服務鄉里 就甘心耶 現在呢我們就一起拜訪這家老牌的洗衣店吧 10年前大概10年前 當初這個社區上比較少有這種服務 這種比較生活化的服務 比較少店 所以就想說還開這個服務地方 就是說這個周遭鄰居的 譬如說我們這個沒有大樓啦 還有周遭鄰居的 就是像我們的這個西裤、襯衫、外套等等 或是包括我們的毛產啦 這個床主我們都有在收 當然我們沒有自己洗 是給專業的工廠 我們有專業的工廠來服務 這是我們在地的 因為我們這個洗的品質很好 而且我們這個就是 這個整天的服務的時間很長啦 就是價格很公道 我們這個甚至有到 提到遠的是說到夏新莊還有 所以整個在新莊的範圍幾乎都有 有的時候是我們還有去收送 都有 所以就是說到 他們有不方便的時候 我們就到虎收送 就是類似宅配的意思 跟新莊其他的同業來比的話 我們算還算是中下的 沒有很高 那我們幾個襯衫才四、五十塊而已 像你穿襯衫 穿的這個襯衫不貴 以一個褲子七十塊而已 算以目前的價位來講並不高 現在就是 因為台北的 台北基富裕嘛 那邊的房價一直高起來 那我們新莊大概還可以 讓人家接受的範圍 所以他們對面的改俠的 我們這邊也有一洋棟大樓 又即將成立 他們已經在改了 所以附近的人口會越來越多 我們的料想是會越來越多 因為台北他們的房價很高 那新莊的是屬於衛星城市 所以新莊還沒有那麼高 所以新莊還會 人口好像已經到四十幾萬去的 是有增加的趨勢 食衣店是這樣子 其實它的利店很薄啦 我們食衣不利多交 但是我們是算年紀也大的 其實都是度安度這樣子 這個不可能賺大錢啦 這就是賺一個地方服務而已 林檔也是一個服務地方啊 就是服務的地方 譬如說有什麼 比較老的人啊 向我們服務啊 或是其他其他方面啊 我們都可以做個 配合里長啊 因為我們工手啊 都有做個服務 類似啦 類似服務範圍會比較廣一點 新莊捷運生活圈 有一家中華麵館 店面不大 但是生意很好 最主要的原因啊 就是小個短碗啦 每天到了中午和晚上的用餐時間 老闆娘總是忙得不可開交呢 現在呢 我們就一起來拜訪這家中華麵館吧 八十九年開始 開始開了 應該二十年 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我們這個店就是 玻璃豆硝啦 對啊 就是說 就是說有沒有 我不叫有長 我還是一樣沒長 然後自己吸收 就是玻璃豆硝 這樣子 就是湯麵啊 乾麵啊 還有水餃 就是滷肉飯 然後滷肉便當 乾麵麵 很燉湯 就是自己想的 自己憑感覺 這樣做的 差不多十一點到十一點多 然後我們現在也只有加兩台平台 就比較忙 五點多到七點 我那個 我兩個女兒有來這邊幫忙 他們下 上下午班 一個三點一個四點 做到收攤這樣子 那我 那我早上五點多就出來 出來 整備東西 做到三點 三點就回去休息 這樣子 還蠻親切的 怎麼做 就是說 不會說 今天計較啦 有沒有 就很隨和啦 這樣子 就是啊 新莊捷運生活圈內 融合里里長黃熙毅 因為積極服務 曾經獲選為特優里長喔 他說自己曾經擔任三屆的調節委員 後來又擔任三屆的里長 為民服務長達數十年了 現在呢 我們就來聽聽里長的心路歷程吧 我們經常會帶著我們的鄉親 跟我們的志工 我們的林長 大概一個月有兩次喔 會去做這個環境的清掃 我的心態就是說 這個里內喔 就是大家 大家所共有的喔 都要經過的喔 我是認為說 有好的環境的話喔 應該大家都會覺得 比較好一點 也比較衛生啦 我們基本的就是我們的林長 跟我們的志工 那我們如果說 這個禮拜天 要這個 要打掃的話喔 我們就會通知他們 用LINE也好 用公告的 我都用 請我們的林長喔 去 告訴他們的這個 譬如說義工啦 都會通知啦 我們 如果重大的 有的時候 比較大一點的 就是用公告來 公佈這樣 都是我們里內嘛 裡面的巷道啦 都有啦 反正就是 里內而已啦 因為我們這邊是中華路這邊喔 那我們 老街那邊 新中路那邊也有 那邊的 我們就 找那邊的林長跟那個 我們的志工 我很會掃地 我這一次 我自己這一條 我一天可以掃三尺 我就是 但是我認為說我這樣掃地喔 對身體也很好 完全讚動啦 然後我的林長喔 我的志工喔 看到里長都 都這樣做的話喔 他們就不敢說 不配合 他們也是相當棒 我們這一條路 我們這一條路 我里長這一條路最大 最乾淨 我這個公告欄喔 都是我本身喔 我就 我會 帶著我的 補包 我就好像學生這樣 我就好像在花工這樣 好像這個 劇哥 我們就 欸 2022年 現在 這個也是剛化的 新裝 秋季音樂 饗宴 我本身都是自己 我們大概有 一百多個 公告來 把舊的拿起來 滿新的 我是認為說這個 我做得到的 而且也是我的責任 所以 我們的林長 跟我們的志工 他 看到我 我都這樣做 所以 我太太也是很能幹 她 跟我們的志工 跟林長都很棒 大家都會配合 所以我們里內 照理講 我們 我感到很欣慰 其實 我是 以前 我還沒有當里長的時候 我是擔任三屆的調解委員 我專門在處理 處理事情的 而且我得到行政院長獎 那個真的是不簡單 我有這種熱忱 尤其我當了里長以後 我 我那個 調解委員都做了 現在我擔任里長 我基本的 融合理就是 我的鄉親就是 我應該服務的 所以我 他們有什麼糾紛的話 左林又是有發生什麼糾紛的話 他們沒有辦法自己處理的話 會來找我 會來找我就把他們排解 我是先擔任調解委員 然後再擔任里長 每年都應該都會有表揚 表揚一些優秀的 那我是已經都習慣了 所以我也不會去真的跟人家說 去年就有 我今年為什麼 我不會這樣 我是認為說 本身就認為說 你怎麼師 怎麼師就怎麼得 你種善陰就得善國 所以我最基本的 我的心態就是說 我要做好的話 最起碼我的紫秀孫賢 這樣就夠了 大家平安 這樣就棒 今天我們為您介紹了 新北市新莊捷運生活圈的 優質店家和周邊發展 透過在地專家 對房市最前線的觀察 更深入了解 區域的優勢和發展方向 如果您喜歡這一集的節目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 並且大力分享給親朋好友喔 我是蕭一芬 別忘了星期一晚間九點半 我們好房話題現場見 每一天